1號 風水迷媽媽觸境機 擺設錯誤恐害慘小孩 大女兒的房間 她現在要考試嘛 我一直以為中間是 文長文 睡覺的陌室 卡在整個房子的中間一點 裡面的衛長的皮膚 都會受影響 廚房往外推出來 你們的小孩 對 我有聽說 放麒麟彩八卦 可以消除一些問題 應該是用不一樣的方法 對 連著這個牆壁來放 將來小孩的發展藥 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擔憂孩子就業問題 找出專屬性運色 增強運勢 事實上不同的這個所謂職業 有不同的屬性 每個行業當然 它自己適合的五星顏色 然後可以增加自己的 好運氣的方法 派機業 建築業 以及冰箱業來說 適合的顏色 以為 那這個顏色 對於這個行業來說 是最適合的 而且有讓你擔心的部分嗎 他將來想要當廚師 參與百貨跟民法來說 最適合的顏色是 今天委託人李小姐 想替老公和三個小孩 增添事業運 不料錯誤的風水觀念 和居家擺設 卻將孩子的未來推向窘境 今天請來風水團隊 幫他看看問題出在哪裡呢 好 我會找一個協波 嗨 小姐好 歡迎主持人 好 鳳姐老師好 好漂亮 這裡就在歡迎我 怎麼這麼拚進來 我告訴你英文外面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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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英語綿綿的嘛 因為剛好來這邊這樣躲 躲雨 可是我們剛剛做的時候 我覺得好奇妙 對 它那個斜坡還滿斜的 對 它就這樣 這樣就這樣 這樣就這樣 剛剛我們一路上來的時候 謝老師 健烈欣喜 一路上說 這個節目錄這麼久 很少看到這麼多特別的 煞氣在同一個人家裡面 對 開心 你怎麼會講說這麼多 特別的煞氣 你有沒有良心 就是罕見 你知道 你知道罕見的煞氣 是要是就會拿照相機起來拍 對 老師 可是你的煞氣是有多少 而且是很罕見 對 對 對是不是 因為 你如果看那個三角形半高的時候 其實它就像山坡地一樣 它通常中間這個地方 最陡的地方就叫 山的那個 對 有一個三級 那個0級下來 所以 0級因為它很窄 大概有時候就差不多 就像我們前面這條馬路一樣 但是很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現在看到 就這個地方高 比如說它的屋子的 右邊高 但左邊低 也就是它的馬路 其實是這樣子走下來的 下坡區的 可是你會發現 它很奇怪的地方是 我們跨進哪一步 是 對 對啊 我們往下跨一步 然後 其實你如果看對面的房子 它也是往下走 對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對面那個好像是二樓 對 所以你會發現 它其實就是類似在 我們這個屋子 這三級的位置 左右兩邊的房子 都是 對 所以比路還要低一點 比這個斜坡還要凹陷 對不對 溫堤在三級這個0線的旁邊 這個旁邊 下面是沒有所謂的支柱 所以其實它的下面 後面來說 就很容易出現 懸空的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來說的話 就怕說後面 如果它沒有任何支撐的話 房子你想想看 萬一地震的話 它就很容易往空的地方傾斜下去 是 最怕的就是 它即使不穩的狀態 我們這邊有煞氣要化解 這理由嗎 其實我們現在講解這個地形 但是它這個前面陽台 第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我們一進來 它房子就開始往下 是 包圍下來一點 但是 真的特別在我們的背後 這個特別在你們 那是說你們的停車場嗎 對 對不對 你們拉開就可以停車 對 它整個地形的關係 我剛才看到它是右邊特別地高 左邊特別地低 龍高 虎低 大氣小 如果我覺得龍邊太高 又把虎邊太低的話 它是反過來 它是 虎高 龍低 那虎高 龍低 一般來說 第一個要防雪光之災 第二個 通常對男生運勢發展 會比較受影響 因為有時候 有些女孩子會是比較 個性比較強 比較強勢 但有些情況是男生比較 本身個性其實就比較弱俗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住這個房子也是還可以 但是 還有一種最特殊的 男生運勢很慌 怕住不住 沒有辦法長期在這邊辦 他就必須往外發展 所以我們委託人的先生 如果常常留在家裡 就表示他的運勢會比較低潮 然後他如果是常常出去外面的話 應該會往外發展 接比較遠一點點工作 那往外發展 會不會 不會 那就好 會回來就好 所以教練現在先生中OK嗎 他去木工師傅 然後他去工工 那這邊是龍堤虎高嗎 對 我也有布一個區 就是有放三條的銅龍 在我的左側 有 那不曉得說這樣有幫助嗎 好 其實如果水嶼上面 對 還有一個傷害症 對 想說是斜坡 然後可不可以反回去 這樣 好 一般來說 觀眾朋友可能要特別注意 我們通常是這樣子 就是說它明顯的 比如說我是 如果是龍鞭高 虎鞭低的話 我們會放三隻銅做的旗幣 那麼來做化幾個補足 那像他這種旗幣是 虎鞭高 龍鞭低 為了讓家裡的男生 事業工作這個畫面更有發展 通常就會放 三隻銅做的龍 是 那麼觀眾朋友一定要記得 第一個龍的身體要拉長 不要 因為有些他可能要 像比如說龍盤在柱子上 或什麼他整個拳縮 坐在那邊之後 就代表男生不想出去 努力奮鬥 所以即使放了這個銅龍 也要盡量 第一個要調水銀 拉長型的 代表有活力 有招氣 往外發展 所以放這個銅龍是正確 第二個他放所謂的三海鎮 三海鎮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通常我們因為 斜坡 坡度太陡的關係 所以因為這邊是這些 接下來看到是極的 這個陡坡比較下去 所以一般要預防 這個狀態的時候 就要使用所謂的 潛溫泰圖或者三海鎮之類的物理 那麼照相比較極 陡坡的位置 那麼讓這個氣場 我們叫宜山寶海把它補回來 是 第二個來說的話 就是我們的潛溫 這個所謂潛溫泰圖或三海鎮 它必須要 有喔 我看它有那個紅紅的 這應該是有紅色 有開光嗎 有 一般正常開光來說 應該是開在鏡面的部分 開在鏡面的部分 可是你如果發現它 它其實開在背後 而且第二個的話 如果開在背後的話 通常會是以一般符咒的形式呈現 可是你會發現它上面完全沒有 下面只畫了一個所謂的浮感 就是給人家看 好像就不知道的人 可能看到你好像有畫個東西 感覺它有看 所以它其實應該在正面就對了 對 正常因為它真的要化解 是在正面的部分 如果我們現在發現 譬如說我們的開光是在背後 那我現在可以怎麼做 對 我們會建議說 譬如說我有鄉信的寺廟 我常常去哪個地方 拜拜 我會告訴他說 我叫什麼名字 住什麼地方 現在遇到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能不能幫我就是能夠 比如說越來越好 避開不好的地方 然後記得在煮爐的香爐上面 繞三圈 一般來說 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自己去過香火的話 要記得 因為一般通常在寺廟 我們通常過完以後 大概每半年到一年 我們必須要再去過一次 就像我們求平安福一樣 每一年會再去全 我就去 我舉例 大概就是我們如果 有什麼症狀 有什麼病 就是要三個月半年 去追蹤一次的意思 對 這是什麼 對 你也可以想 定期的追蹤 對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 它就像充電電池一樣 電慢慢會消耗完 我就要再拿去 再炸它 充電 這樣 所以就稍微整理一下 好 再開始 那個要幹 煮煮這樣子 這樣就知道了 好 來 這樣現在 可以請我們在那邊坐不好 可以 這麼好涼 好 來 謝謝客廳 門口斜坡 農低虎高 容易有血光之災 並且影響男主人浴室 委託人具有正確風水之勢 擺放了三支銅龍跨解 但門口陡坡擺放的山海鎮 開光圖示在背面 非正式開光 正確開光圖示 應該在正面的位置 很棒 重點 我是覺得 它竟然是我們的忠實觀眾 你先看 那個角落 它觸得很棒 有 財位這樣 對 很厲害 不過這個是信金嗎 對 它會賺的 對 因為我也是在節目看到 老師有介紹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去網路上講 臉時它特別用一個櫃子 把它折起來 是 你就能看得出 它自己想製造一個 條形的財位對不對 對 是對的嗎 老師 首先第一個 位置是對的 因為 照理進門 它的斜對角的位置 它是應該要 確實這個位置 是一個名財位 但是其實它有一個 你說其實它假的 還能做舊財位了 都要得起一舉 脫褲子放蜜 是這意思嗎 有 這是這意思嗎 C 其實如果它 比如說我裡面那邊 真的要拿來 剛才看到那邊 妳就往裡頭開 這裡嗎 對 你說那財 你說這裡面就有一個位置 是不是 對 這個地方 對 這裡好薄圓 這裡是薄圓什麼 是 這邊有彈鋼琴的 對 我有看錯嗎 這是投籃機嗎 是 對 對 等一下 對 妳這個Key下得不錯 這樣投籃機 Osker我一下 為什麼教練會有投籃機 因為 教練 我知道有籃球國手 對 妳老公 要培養對不對 妳兒子 沒有 因為我們家小孩很多 三個 然後每次去壁壇那邊 玩籃球機的時候 因為以前有設 對 然後每次都要花很多錢 然後我就 妳就跟上網 一台回來 對 我就上網買二手的 可是 這樣子家裡會不會有一點 破壞格局的感受 是啊 本來 老師妳說財位應該就是在這兒 對 其實既然叫財位 當然是希望能夠聚財 對 所以應該是以聚財的物品為主 第二個部分 如果他並不想 我們講說 把這些位置放在這裡 他想說 我就直接在前面那邊坐隔起來 把前面做成我們的名財位 這邊有些人他可能坐飯廳 前面坐客廳 中間坐飯廳 後面是出發 也是可以 當然我就從這邊 沒有 她知道 她這邊已經沒有空了 對 因為她這邊還有書座 還有鋼琴 還有 這邊是一個小小的娛樂室 對 媽媽可以坐在那邊按摩這樣 對 但也就是它真的就是 把裡面塞得太滿了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我倒是覺得 這些東西稍微清一下 也許換一個位置 那麼我是不是把這個名財位 移到正確的位置來 因為這個位置其實你會發現 它剛好是雙背張開 就是肚腳完全斜對門口 所以等於門口滾進來 不管我覺得像妳講說 它是金銀珠寶或什麼 它剛好就卡在這個角落裡頭 那麼風水頭敞篷納氣的位置 就是我們的彩繪 而且妳這個彩繪多好 妳旁邊都沒有窗戶 對 又夠寬 對 我知道可是因為買了這個 所以我就不能放那個 所以我就放在那邊 妳這個突然氣可以放在妳的那個 陽台 就放在路邊好了 我們搭路過人可以偷偷來 我聽說妳 我是突然高手 而且我也是灌籃高手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為什麼可能是灌籃高手 我跟妳講 我的運動細胞超好的好不好 好 攝影機 已經到死了 攝影機 已經到死了 他可以選一場 已經到喔 PK一場 看看誰才是真正的灌籃 說得真的比較好 妳到現在一籌都沒進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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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 幹嘛 妳在幹嘛 沒有了 來啊 沒有 我好重心 我好重心 不行嗎 連戰玩一次的機會都沒有 妳跟我說妳 傳籃高手 頭衣 來 妳再給我一次 那我沒有了 他偏偏在你 妳來 我是一年同事 我技術最爛了 好 好 那妳快 兩顆 一半錢都夠跑 我們一家小孩都可以破白的 準備 51 這台放在妳的刀多久 妳告訴我 Vinny 89年有了 89年 妳也猜51分 妳也沒有辦法再過一次 對不對 而且 我們是來做客的 我要喝的 多不兩點 妳不用跟我比 我來跟謝拉斯PK 好 好不好 這樣好是 妳會偷懶嗎 我們兩個都撈她 怎麼 假的 那是偷懶 我以為妳怎麼會唱歌 妳還真的會偷懶 妳先來 妳完之後 我再來看怎麼樣 手下邏輯 好 妳先來 趕快脾氣 就按一下又可以 按一下就這樣 來 好 是從書餅 對 書餅 拍畫面 唱 唱 對了 有 有 好 小事才四分 誰吃的 我看不下去了 天啊 現在才幾分 有時間到 好熱身 好 這一屆投籃比賽 什麼籃比賽 我們要關心的 是文玲小姐 謝謝 這一台可以留嗎 你不要因為你打不好 你就說不要留 沒有 因為其實 因為它有一些可能需求 在這個範圍裡頭 目前這個投籃機 佔的位置非常地重 真的可以 對 可以放陽台 可以 我覺得放 放陽台OK 對 因為陽台本來就是一個比較 我們家人活動的一個空間 我覺得是非常好 對 好 可能它看一看它這個位置 如果我要把它弄出來之後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需求 你有需求嗎 你是不是有什麼 有要放什麼 我想要擺神明桌 神明桌你有請神明嗎 還沒有 因為婆婆過世之後 我們可能就是 神桌在弟弟家他們那邊 我們可能也要分一個出來 在我們家 對 所以家裡要拜公媽也要 是要拜神明 也要拜神明 我想請問老師 我們家大概 然後神明的面 就朝外面 因為 通常一般來說 要擺放神桌的話 它要考慮到幾個點 第一個 我不能跟自己的房子 相反的方向 我方式往這邊看 當然它要看得出去 如果你反過來的話 代表家用摔退 那第二個 神明桌的後面 它可能有一些 注意的點 比如說 我們盡量不要試樓梯 所以如果我放 其實那個 那個槌角的位置的話 有沒有發現 放那個位置後面是不是樓梯 對 好 第二個是我們可能 適合結婚的一些這個年齡層 它不適合放在這個神座的後面 所以一旦 它往這個方向放的時候 後面那個 是小孩房 小孩房 對 那其實一般來說 超過大概 對 它 紙漆 搭嘴 那不適合 所以也就是我在客廳的方位 比較沒有適合 那我就往後退 往後退的話 因為我貼著牆壁的話 它還是遇到一個問題 因為它看不出去了 對 已經看不出去了 那唯一看得出去 就最好的方向 就是在現在這個位置 對 所以最好的位置 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會發現它牆面不太夠 為什麼 因為我如果只用裡面的石牆 往外看的時候 它會有點推太進去 那一邊 幾乎就被那邊 對 所以它應該要把石牆 你說把牆拉長嗎 對 我要把牆壁拉長 所以我會建議觀眾朋友 通常這邊進出的門 要不要把它從三道門 改成兩道門 不是 兩道門就夠了 我把牆壁延伸出來 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它幾乎完全跟客廳沙發的位置 同樣方向看出去 那這個時候我們常常講 你要以它的位置來看 我坐這邊 朝這邊 我可以看到前面前面的圓景 然後前面 在這個前面又有空間 在前面又有空間 再出去空間更寬 可以看得越來越遠 叫做 所以最好的位置 其實就在我們這個位置 是 所以 所以要奮鬥一下 好 明材位堆雜物和籃球機 導致聚彩效果不佳 建議清空雜物 將原本櫃子的布局 改至明材位 神明桌位置則建議 將拉門改為石牆之後 把神明桌安置在前 才有靠山並且能夠向天 那邊有一個隱藏門被我發現的 應該是廁所吧 幫柴華姐看一下 對…我叫你廁所 嚇了啦 提升孩子學業考慮 在家中打造神祕空間 風水迷媽媽觸境機 擺設錯誤恐害慘小孩 這是大女兒的房間 她現在要考試嘛對不對 對 我一直以為中間是 所以你特別把房子中間這個部分 這個區塊留給你們 一般來說文昌 不一定是要拿來做房子 房子的中心點 大概有幾樣不太能夠放 第一個就是放人 裡面的人的衛廠的皮膚 都會受影響 人已經住在皮膚了 沒有辦法劃進 其實我會比較會建議 她可能可以… 有一個隱藏門被我發現了 應該是廁所吧 幫柴華姐看一下 對…我叫你廁所 什麼啦 什麼啦 不是不少了 不然那間是什麼 書房 書房嗎 這是大女兒的房間 大女兒 對… 女兒房間 對 妳特別幫她做的是不是 對 妳特別幫她做的是不是 對 去哪裡 上面啊 對 去哪裡 對 去哪裡 對 去哪裡 這邊有一個樓梯 對 後面有一個樓梯 對 後面有一個樓梯 但是後面有一個窗戶 對 因為這間很悶 所以我們就打了一個窗戶 但是還沒有裝上去 來 在門口講一下下好了 因為其實她三個小孩 每個人各有尊敬 大家的專長都不一樣 我們要針對大家不同的領域 是不是有不同的文昌 然後不同的布局 來讓他們 尤其她現在要考試對不對 對 對於要考試的人 她現在壓力都越來越大 是啊 她更需要專心 根據要好的圍倉 要怎麼安排 首先第一個我們來講就是說 可能在這個房間 有時候第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她沒有鎖 沒有鎖的情況下 也就是說就像剛才講的 如果采花姐想要上廁所 客人來了對不對 我可能會不自覺的 腿在幹裡面 是不是我的洗手間 對 是不是洗手間 可是你可能在裡頭 讀書或休息 很容易就會受到警察 對 所以第一個如果她房間不裝鎖的話 會比較沒有安全感 因為不知道誰 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推開它 老師 放心 會裝 對 之後就會裝了 當然第一個這個部分是在 門要不要坐加這個鎖 第二個是空氣的流通 它這個房子 剛好在房子的 比較中心點的位置 正中央嗎 對 然後你看前後左右 其實因為它這邊設了一個 比較低的窗 其實它完全沒有任何通風空 沒有 所以當你進在裡面的時候 就會有比較強烈的壓迫感 因為以前看電視的時候 所以你特別把房子中間這個部分 這個區塊留給你女兒 你就想說這是穩長 一般來說 穩長不一定是要拿來住房間 因為通常以前在房子 房子的中心點 大概有幾樣不太能夠放 第一個 就是我們把睡覺的臥室 剛好卡在整個房子的中心點 古代人會有一個框框 裡面加上人叫做球字 第二個 比如說植物 因為外面等於陽光完全照不到了 這個時候就加上木字 就變混字 大概第三個不可以放什麼 不可以放所謂的 放魚缸它其實水氣 沒有辦法散發 它就會影響到裡面 裡面人的 胃場的皮膚都會受影響 所以也就是中心點來說的話 還有一個部分是不可以放火 比如說把爐灶放在中間 因為爐灶放中間的時候 你想想看我這組東西 不是油圓 不是整個房子都瀰漫了 是 最後一項不能放的叫廁所 陽宅第二胸 最寄廁居中 你在裡面 等於我不管那個 一出來那個味道就散到 整個房子一頭去 那老師人已經住在裡面 就沒有辦法劃解 對 當然如果我們住在裡面 其實我會比較會建議 它可能窗戶的位置要考量 是不是我把它設在比較高一點點 高一點 高一點 因為正常它這個位置 其實我說真話 基本上你在那個位置 你如果在那個位置看 它是直接跟它面對面 沒錯 而且面對面 跟坐在裡面的人會面對面 對 太濕了 對 太濕了 所以裡面的人有時候 他會覺得是不是有被堅持的感覺 因為你 我在用 我一抬頭 一個人就正面對著我 怕到 是跟它面對面的 對 所以這個時候產生 無形中的這種壓迫感 就會增加 對 老師如果我把窗戶再打高一點 打高一點是比較好的 因為我們委託人的女兒 她要考計算書 事實上不同的所謂職業 有不同的屬性 每個行業 當然它自己適合的五星顏色 然後可以增加自己的好運氣的方法 對不對 通常觀眾朋友要記得 比如說像會計業 通常包含記帳室在內 建築業以及殯葬業來說 它的五星是屬什麼呢 屬什麼 五星是屬土 土 OK 我們有些所謂的特定的一些職業來說的話 它會有這樣一個屬性 第二個部分來說的話 我們稍微看一下 好 也就是當我希望 對我的運勢能夠有幫助的話 我會建議你第一個 比如說可以擺放一些地毯 地墊 但是我們又想 地毯 地墊到底適合什麼顏色呢 是 適合的顏色以紅 黃 橙 咖啡色 色系 由於平時基本上來說 比較屬於火跟土型的這個顏色 那這個顏色對於這個行業來說 是最適合的 加分 你說這個地墊 地毯 你知道放在哪裡講嗎 它可以放在它的房間裡面 放在它的門口 甚至有時候我包含 我常常會提到 包含我穿衣服或配戴東西的顏色 都可以以這些色系為主 你選到你的這個幸運色就對了 那一般來說 有些人會選擇 比如說配戴東西的時候 那麼咖啡色的一些礦石就很適合 比如說像所謂的墨金 它比較類似咖啡色的色系 比較特定的色系 對它來說都是加分 是 那小三個就是三個歡樂 所以大女兒就對了 她努力正正準備考試 那兒子有讓妳擔心的部分嗎 兒子的部分就是 她將來想要當廚師 廚師 對 然後她最近就是 就是在一個崗位有點久了 然後一直都沒有辦法換 因為她的崗位 其他的實習生沒有辦法做 然後大概只有她可以勝任 對 那之前的那個實習生來做的時候 還會跟師父說她會心悸 然後對 然後會哭什麼的 然後不辦法做 然後又把我兒子 從別的地方又調回來 所以她已經剩下幾個月了 還在同一個崗位上 所以她就一直在同一個位置做 因為別人做不了 她就一直做就對了 對 所以我們來看看她的房間 是不是可以稍微改變一下 然後轉個運 她可以有更多 其他不同的實習的經驗 對 對不對 應該要有這種機會 才會學到更多 對啊 好 你走 務室門上無鎖 沒安全感容易被驚動 建議枷鎖 而窗戶太低的問題 則容易導致心神不寧 有被監視的感覺 壓力較大 建議將窗戶改為較高的位置 我們來看寶貝兒子的房間 漂亮喔 所以我看這個房間是很方正的 對 對 它的擺放 看起來好像也沒有太大問題 對 以房間來看的時候 第一個 它的擺放 包括方向 各方面來說 我覺得都還反不出 是 但是有一個小小的地方 就是床 床的部分 你如果發現 它可能那邊比較緊靠 這邊就比較拉出來一點 其實有時候可能它的床 沒有辦法靠得很緊的情況下 那床的後面 盡量不要讓它有空隙 為什麼它沒有貼牆 它可能自己不小心移動 它照理是可以貼牆的 對 只是它沒有剛好沒有移動到這樣 對 但是我發現很多人 它都是因為它移動以後 那麼出現一些狀況 對 因為有時候要換床單 可能會撞到什麼之類的 對 會有什麼狀況 一般來說就是心比較 有時候比較定不下 比較沒有安全感 所以沒有差 對 所以情緒有時候 就比較容易會有氣氛 來 現在我們五行行業的適合擺設的跟顏色 第二個是 好 第二個呢 餐飲業 因為小朋友想要讀餐飲業 兒子想要做餐飲業 那基本上餐飲百貨跟美髮來說 它在五行上面來說 都是屬於 它的屬性上來說的話 是屬於火性 基本上來說的話 它最適合的一般來說 就是屬於木質的一些物品 或長條物品 那因為長條物品 在古代來說 它就屬於木性 跟木的屬性 所以基本上來說 長條形 它在五行裡頭都屬於木性 所以它們適合擺的 就是木頭的長條的擺飾 對 多長沒關係吧 多長沒關係 但是最順的顏色 是以綠色為主 你知道我們昨天 搞不好有尺寸嗎 搞不好我們公子要量一下 有沒有極數嗎 對 所以它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 所以這個兒子的部分 就幫他可以做一些準備 讓他加分一下 改變一下市場 好不好 就越來越好 然後可以完成他的夢想 這樣一方 那接下來 還有一個是二女兒 那二女兒她的夢想是什麼 她可能就是當老師 或者是 剛好就是我們第三項教育業 等一下再來介紹好不好 我們先去看二女兒的房間 好 這樣 這是二女兒的房間 好啊 女兒 都是獎狀 好優秀 我的天啊 我的女兒如果有可以像妳女兒 這樣該有多好 這是我上輩子修來的福氣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的好 不能比這樣 不能比這樣 對 重點是我覺得 媽媽一定很重視教育 風水都有顧到 妳看 但是她床頭放在這裡 她怕她門切到床是不是 對 所以用一個櫃檔 對 那她跳 這比較有夠 今天因為一般來說 觀眾朋友就是我們出入的門 不要對著床頭的位置 避免就比如說 我可能會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甚至有時候壓力過大的時候 還會有一些人可能會 會受到一些影響 就壓力太大 為了要避免這個壓力太大 可能影響到我們的判斷思考 我會建議第一個 其實床是可以 換個位置來擺放的 一個別的方向可以放的 對 換別的方向 換到哪裡 其實很多人都會想說 我是不是有轉個方向 往裡面的牆壁擺放 至少她躺著的時候 外面門一開 我就可以看到門口是誰 出租的部分 我倒是比較建議就是說 是不是往前面 我們這個 窗戶的方向來放 因為基本上 第一個因為她年紀 有到一定年齡的 不是小朋友 所以我可以面對窗戶沒關係 第二個是 你的窗戶外面 並沒有直接看到外面 比如說外面有小朋友在玩 或者什麼人家在打球 會干擾她 會被添溪 對 她已經到已經年齡以上的時候 你就不一定說可能要 一定要放在哪裡 她其實可以看到 外面是沒有關係的 可是她這樣不會背門 背門沒有關係 背門指的是 我現在書櫃的位置 如果是這個 這個櫃子 如果是你的書桌 那我坐的時候 門就在我的背後 才叫做背門 所以如果書桌是貼 這邊的牆壁放的話 就會背門 對 這裡 通過這裡就沒影響 就沒影響 然後所以其實我把床換過來 把它移過去 其實可以說是兩全其美 它都沒有問題 這個基本上 你就可以放橫的 貼牆壁 就再也不用擔心它 會不會有點擋住視線 對 這樣移動 妳OK嗎 OK 其實可以 很好挖 但還是等爸爸回來搬 對 就很厲害 她覺得 媽媽自己還到這邊搬 爸爸可能又要說 媽媽又要搬 對 妳等爸爸回來 可能要等很久 因為爸爸是工頭 客室很多 來後都還在做 對 所以爸爸要幫忙一下 然後媽媽她會回來問妳說 今天是哪個老師講什麼 妳又要搬洞家庭 對 對 是很了解的 這樣翻位更好 就試試看 對 知道這個房子很好 這個房間很方正 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看一下 教育業 可是女兒像是想要做教育業 對 就是其中一個夢想是當老師 我們第三點是教育業 或正式 或者是女家 這是屬木的 它都是屬木 是因為基本上來說 當老師的人 他我們講十年數目 百年數年 基本上來說的話 它很多包含書本的製造 都是用古代都是用木來做製造 對 所以它是屬於木性 第二個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它適合的一些顏色 跟佩戴的東西 好 比如說第一個 它適合綠色的盆栽樹木 它這樣妳就發現 有兩個人適合了 好 妳說 剛剛的弟弟 然後現在的姊姊 都適合綠色 適合綠色盆栽樹木 所以基本上他們 可能在居家的 擺放這樣的東西 對他們兩個人都會加 我以為他剩下 要掛綠色的盆栽 很妙的 所以我門口一進來 有擺水生植物的話是OK的 也可以 第二個就是適合的 像比如說綠色 藍色 黑色 這些顏色以水跟木來看的時候 水能生木 對他們的工作職業方面來說 就會有很大的加分 OK 好 好 那我要往下看了嗎 我覺得另外這兩個 我們就到下面 對 再來跟大家公布 因為其實我覺得媽媽 真的非常的用心 是 就是很認真的栽培這三個小孩 對 對不對 連這個後陽台 這個後面的這個 後代子孫的舞台 好像都有布局 對 後代子孫的後陽台 也有布局 到底是布什麼局呢 山極屋危機四伏 屋下藏風水惡煞 廚房外推擺出化煞屋 風水煞氣影響小孩發展 廚房從裡面往外推出來之後 這個是最後 屋後的地方 真的 尋空你的小孩 會 往外地去發展 我有聽說 放麒麟彩八卦 可以營銷一些問題 應該是用不一樣的方法 對 沿著這個牆壁 擺放三十六美五地錢 將來小孩的發展藥 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都有幫助 有空 也有布局 到底是布什麼局呢 你看看 我們現在到這個 往外延伸的一個區域了 對 對 這個為什麼滴下來啊 這裡那個 這個小樓梯的感覺 是外推嗎 對 所以這一整塊都是外推 對 這邊 那原本 所以原本廚房是在這裡面嗎 對 應該是 因為可是我買來的時候就 就這邊 已經推 連這邊 對 連這邊就是陽台 後來我才把它裝潢成這個樣子 對 老師 我們這個推出來的部分 有腳踏實地 對 感覺稍微微微空空的感覺 站在這裡感覺 會從腳踏起來 有什麼 有懸空感嗎 是的 你如果直接看到 這個地方它明顯的 它一水泥到這個地方 大概切個段落 對 如果你從外面一進來的時候 發現本來第一層對不對 到這個地方會發現 好像有再低的一層 再降 那其實也就是說 原本這一塊 它是比較懸空 它是比較突出來的 比如蓋到這個位置以後 這邊就比較突出來 那這種情況下 就是要看看 我們樓下的一個狀況 那老師你是不是在 我們還沒錄影前 你微微碎碎地跑到後洞去拍照 因為她的狀況 菁姐 你千萬不要這樣講 就是老師敬業的地方 是不是 它很少秀 從來 在這個室 就好像那個保全一樣 四過就開始順了 然後把它吸起來 對 讓觀眾看得更清楚 對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因為我們的房子比較 樓下比較蓋出來 路比較窄 所以你真的站在樓下 拍出來是拍不到 除非我要到借對面的房子 爬到這麼高來 你為什麼不去見你 你是老師 他也會幫你開門 他應該認識你 你就說我進來了 拍張照 你的眼景會越來越好 我示範一下 就走 然後其實我往上拍的時候 就發現 比如說它的房子 就像類似這樣 這是我們從前面往後看 這個是最後 那麼樓下 它其實如果樓下不蓋上來的時候 就會像這一種情況 就會出現懸空的情形 但是樓下如果把它蓋上來的時候 就會像這一邊一樣 就背後底下有一個 所以這一個部分來說 我想樓下這邊有比較蓋上樓 而且它也蓋突出去 所以也就是說 雖然它是懸空 是我們獨立這一棟的突出 但是底下至少它有一個 有人撐著 就算房子稍微往下傾倒 至少後面還頂著 這個部分倒是還不錯 但是問題就在於 廚房從裡面往外推出來之後 那麼第一個 家裡人要工作要賺錢 就要往外發展 叫出外求食 當然基本上來說 先生要出外求食 就是要往外地去工作 往外面去發展 但是相對你的小孩 將來也會 往外地去發展 其實也 大家都是要跑比較遠一點這樣子 對 才有 對 因為廚房也是外推 是 對 那我們來聽一下說 好 它也是 不然很方正 是 對 這個 蔡花姐 妳 妳 妳 她跟妳想要這樣嗎 好特別 這 唉唷 用作化殺物效果歸零 家人奔奔輸走如何解 唉唷 哇 蔡花姐 妳 好特別 妳想要這樣嗎 好特別啊 唉唷 唉唷 蔡花姐 對萬年有過 真的耶 唉唷 還不太大隻 好大隻喔 是 這是 這是什麼 這是 奇麟彩八卦 哇 我們很少看到這麼大隻的 奇麟彩八卦 我真的很嚇到 可是通常奇麟彩八卦 不是要頂那個樑嗎 妳這裡有樑嗎 沒有 好 那妳為什麼要放那裡 因為我有聽某個老師說 如果陽台外推的話 放奇麟彩八卦 可以消 一些問題 奇麟基本上 我們一般來說 很少發現 奇麟有長翅膀 對 妳說奇麟他們有翅膀 有翅膀 然後就是感覺 它的樣子是好看的 但是這個翅膀是比較罕見 對 比較罕見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看到的奇麟 大部分都是這個樣子 不管你是石雕的或是什麼樣 它大概都是 身上是沒有翅膀的 是 基本上來說 它是有分 有分幾種比較特別的地方 比如說 第一個 如果我這個地方是屬於 橫樑壓躁的情況下 我會選擇使用奇麟彩八卦 第二個是 梁柱川門的情況下 我會使用奇麟彩八卦 因為奇麟畫三種殺氣 第一個就是梁子的殺氣 第二個是火的殺氣 第三個就是人家洞土 在蓋房子的殺氣 所以一般會使用 但是我提到 這一隊 雖然不是我看過最重的 應該是個 我看過第二重的 重量跟功力 有成正比嗎 沒有 所以一般來說 通常如果真的需要的話 通常是使用奇麟八卦 它身上第一個沒有可以在家 就是它不是做奇麟 第二個它可能不會有金錢出現 因為它不需要這種財庫 通常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 但是現在目前來說 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你因為沒有衡量壓躁 其實其實不太需要 放著奇麟彩八卦 可是它的重點是 因為它覺得 它的廚房往外推 可能這個東西會影響到 它的這個財庫 對 所以它覺得放奇麟彩八卦 它才會比較安心 可以畫這個像 但事上應該是用不一樣的方法 對 因為其實基本上來說的話 它瓦斯爐 第一個我是比較建議 是不是往裡頭修正 不要衣揮區裡面 至於這邊我還是可以做一些 後陽台或者廚房 使用的一個使用 沒有關係 只要爐灶往內移 就沒有問題 第二個方式就是 我們會建議 沿著這個牆壁 我們一直到後面隔壁這個地方 出外陽台以前 出陽台以前 那麼沿著這個周邊擺放 把地氣拉上來 鞏固起來 雖然我下面已經有房子 幫你稍微頂住 但是基本上畢竟 那個它原建物的時候 並不 還是不是一起蓋的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懸空的部分 我把這個地氣 用365B錢把它提升起來 這樣子的話 對於房子也好 對於將來小孩的發展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其實很多朋友可能是 除了我們剛才講的主要行業以外 有沒有可能他喜歡的是其他行業 有 又適合 配戴放哪些東西 是 如你 來看一下第四種 就是清潔業 旅遊業 遠行業 這個光旅遊業人數就夠多了 對 大家都想要當空姐 對 我從小的夢想就是想當空姐 後來是 後來就 其實 應該踮腳都拿得到 沒有 夢想 太漂亮了 會唱歌你就 又變不一樣的安排了 後來就是走娛樂業 對 娛樂業可以帶給你 到處旅遊的機會 對啊 是 好 所以這個就真的是 三下的 對 因為一般來說 旅遊這一類的行業 都是到處跑的 對 既然到處跑就像水一樣 會到處流動 所以它就屬於水性 因此觀眾朋友 如果你適合水性的這個行業的話 是 那麼基本上來說 你可以擺像魚缸 水缸 金屬缸 金屬一些物品 因為金能生水 像我們的委託人 他在屋子的前面 門口有放 或放這個什麼海水缸 這個魚缸 其實都是很適合的 另外呢 顏色 顏色的部分以藍色 黑色 金色跟白色為主 那主要是黑藍灰 黑藍 基本上它是屬於水性 那麼至於金色跟白色 屬於金性 都能生水 對於行業類的魚來說的話 是家庭配的 所以他們魚也適合養這種顏色的嗎 適合 太好了 因為既然你都要養魚了 對 就可以選更加分的顏色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 交通業 金融業 珠寶業 這次是大遊人戰 是 那是屬什麼的 金 金性 那一般來說 所謂的這個部分 像比如金融 會計 應該說因為專門這個 比如說銀行裡頭 那麼基本上它都是屬於金性 那基本上最適合的是礦石 因為礦石基本上說 它是屬於土 土形屬土 那土能生金 對於金融來說就很適合 像很多人它會放 比如金凍 或者是水晶 一些礦石類都很不錯 那麼適合的顏色以白色 金色 土黃色色系為主 那麼基本上土黃 我們講土能生金 對於它來說的話很適合 金色跟白色也都屬於金性 所以這三個色系都是適合 屬於金性的 老師你怎麼沒有講 我們宜樂圈是什麼 對啊 對啊 我們宜樂圈 演藝圈 演藝圈其實就是屬於水晶 水晶 對 因為你想想看 你不是要到處去表演嗎 對 像比如說我們這個 你不能說什麼 你不能說的就不要說 沒有 因為我想有很多國外的稱號 國外的稱號 我們說有台灣碧昂絲跟台灣冰淇布 什麼時候又有碧昂絲了 美國CNN那個主播就說 我是台灣的比安西 真的假的 拜託 你就找表哥 咕咕看看 所以你現在有冰淇布 還有比安西 比安西就是那時候Bobby出來 到現在八年了 你現在才知道 我想知道 碧昂絲是什麼哪一種絲 絲體的絲 白絲 潮絲的絲 絲絲有兩種 感冒 腰汁水 真的穿得抓不住 到棚 到活外去就是這樣 對 大家沒興趣 跟我們照顧 跟我們疲倦 對 你的意思是要說這個就對了 對 這樣有什麼都難說 全世界都知道 對 CNN都報過了 對 對 我覺得就是 每一行業都有它很辛苦的地方 是 對不對 你看媽媽接下來 這三個小孩 他們都有自己的興趣 都往不同的地方 發展 對 我覺得很好 等於是說 你那時候在 從小在教他們的時候 就讓他們 有找到自己的興趣 我覺得是滿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 就是他們夫妻很用心 對 你看爸爸這麼辛苦 每天接著這麼多個案子 為了就是要希望給一個 好的環境 然後好好的給他的小孩 念書 我覺得好棒 媽媽你看這麼辛苦 好賢慧 但是他自己還保持得很好 對不對 而且我感覺他很樂觀 對 對不對 很小鼻鼻 對 還是妳現在有點快 笑不出來 想說要改動笑 好多 其實不用太煩 我覺得福地福人居 老師告訴妳的這一些方法 妳就稍微做改進加強一下 慢慢來 然後家裡小孩越來越大了 也可以都幫忙分擔 對 所以我覺得一切只會越來越好 是 所以妳根本不用擔心 我更會越來越舒服 越來越高 不用擔心 對 重要的是妳自己身體的健康 好 妳了解 一切地條 還是繼續的在這裡 一切地條 妳最順便 好 祝福大家 謝謝所有的觀眾朋友 謝謝老師 謝謝